这年的春天呢 川西平原 万物复苏 到了春波的季节了 当地有个农民叫燕道成 他就打算呢 在离家不远的地沟旁边 挖个水坑 开始要春耕播种 这天一大早上 他带着儿子扛着锄头 出门了 去挖水坑去 到了这个地沟旁边了 俩人开始干活吧 这燕道成他儿子 拿着锄头 刨着刨着 就听嘣一声 就感觉这个虎口啊 都震了一下子 什么玩意儿这么硬啊 他就蹲着地上 拿手把这土扒了开一看 眼前就出现了一块大石环呢 这个大石环是又圆 还挺光亮 有点儿像家里边那个磨盘一样 哎呀 他就纳闷了 说这什么玩意儿这是 啊 他就喊他爸爸过来看 他爸爸燕道成过来一看 拿手摸了摸 又琢磨一会儿 他捋着这个石环呢 这个边沿 使劲这么一跳 这石环动了 把这石环动了搬开以后 下边就出现一个大土坑 燕道成 扒着边上 往这坑里头一看 可了不得 这一瞅不要紧 下一句一令 我弟妈呀 这里边全都是色彩斑斓的各种玉石器 这一下子 这父子爷儿俩呀 全蒙了 儿子就问了 老海儿 这这啥子嘛 啊 燕道成啊 马上就意识到 这是挖着宝贝了 啊 那家激动的 浑身发抖 嗯 不过这时候要说嘛 还得是姜是老的啦 燕道成啊 他没马上动手就开挖 跟儿子使了个眼色 把这石环 用圆样给盖回去了 还在上面把这土 又给填上了 填一层厚厚的 泥土 把这些干完了以后 表面一看看不出来什么破绽了 燕道成 朝四周再瞅了瞅 一个人没有 小声告诉他儿子 咱们晚上再来 你等到了晚上了 燕道成一家子五口 趁着这个夜深人静 拎着筐 扛着锄头 喵嚣就出来了 就把坑里这个宝贝全都挖出来 运回家了 回到家在灯下边一清点 大大小小玉石细物件 得有四百多件 哎呀 这可是啊 这注意的恨不得得有半间屋子 那这色彩斑斓 哎呀这家伙子 发了 燕道成这一家子又兴奋又紧张 一晚上没睡着觉 啊 说到这儿 我不知道大伙儿注意没有 你看珍贵的文明遗址啊 好像都是偶然间被发现的 你比如说咱们都知道的秦始皇 兵马友 啊 当年也是一些农民挖井的时候 挖出来秦涌了 还有中国文化史的四次大发现之一的 敦煌墨高窟藏经洞 也是嘛 一个道士啊 给这个洞窟里边这个清泥沙的时候 哎 突然这个面前这个墙上裂一道缝 啊 他顺着一看 这才发现这个墨高窟 你看历史啊 就是这么惊人的相似 哎 这就叫踏破铁鞋无密处 得来全不费功夫 咱们再说回这个燕道成一家子 发现这个坑这些宝贝以后 燕道成还不甘心呢 跟他儿子经常呢 在这周围就转悠 学嘛 啊 继续找宝 可是啊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兴奋过度啊 还是太劳累了 没过多长时间呢 这爷儿俩啊 都病倒了 而且病得还挺重 差点没把命丢了 等到病好了之后 燕道成这心里的就开始犯嘀咕了 哎呀 坏了菜了 我这是不是冲撞了什么神灵了 啊 你看过去的人不都迷信吗 燕道成就觉得可能是啊 古人留下这个宝藏 不能随便挖啊 这东西不能随便动啊 这是老天爷惩罚啊你啊 这怎么办 这老头一合去啊 拉倒吧 可别再找了 倒着以后早晚也是病 而且他呢 还把家里边存的这些个物件 我也别留着了 给亲戚朋友全都发了 啊 做零肉热的全都给出去了 嗯 嗯 嗯